好,这个问题有请我们冯农欣赏回答 谢谢您的提问 外语听力考试除小一种之外 我是各个考点经采用校园广播网的方式进行 各个考点我们配备有听力考试的备用播放设备 备用应急的UPS电源和一定数量的可移动的路放机 备足干电池 外语听力考试期间如意强雷电干脑影响考试 视据的情况立即履行报批程序以后 可以采取暂停听力考试 先比试后听力考试 延长考试时间等办法应急处置 谢谢